你什么样的勇气 让你十天前决定跟着Selena 她的老婆去上康熙来了 因为总是很多年嘛 过去就过去了 其实我想小S不在乎 应该也到一个程度 但是总是大家就是不见面 比较不尴尬 我觉得尴尬是一个人生里头 很糟糕的字眼 两个字 干跟尬 它可以尬住一切事情 而且尬这个字好难写 我日常用手机打 干怎么写 一个木吗 没有木嘛 马上不会写 什么勇气 其实Selena带你去 但是什么勇气让你觉得 其实这个事情很单纯 这个事情很单纯 当然因为去年底 我们在脸书上不小心变成了朋友 所以我觉得说 什么叫不小心啊 这个故事您没有涉猎到 我很少看综艺牌 那你告诉他来龙去脉 好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小S出了一个唱片 我讲快点 你可以慢慢喝 然后那个时候飞碟电台 就有业务配播 我必须在节目当中播他的歌 然后我就播了 因为我不播是不行的 因为那是广告搭配的 然后这个时候记者就听到了 记者就跟我说 你播他的歌 我说对呀 那你说了什么 我就叭啦叭啦叭啦告诉他 然后这记者就觉得很欣喜 他觉得是个新闻 他就去告诉小S 小S听到之后就觉得很有趣 他确实很想知道我了解 他的专辑内部想要表达的意义吗 于是小S就到我脸书上去找找找找找 扫了半天找不到 他决定发出交友邀请 他觉得说 是不是要成为脸书好友 才看得到这篇文章呢 好 这个时候 头脑清楚 这个时候呢 就有另外一个记者出现 就跟他说 你怎么突然间发出交友邀请 而且交交考虑一天之后 他以为是病毒 但他也确认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小S就跟他说 因为我要找那篇文章啊 那么这记者就来问我 文章在哪呢 我就说没有文章 文章是在电台里 我说了就没了 没有重播的 他就说小S他没有文章 他是用说的 小S就说 我好希望他写一个月评给我 于是记者又告诉我 说你可不可以写个月评给他 然后呢 我就说 好 我长很久不写月评了 因为我以前写很多月评 批评太多圈内朋友 我就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就决定 好既然他想看 我就为他写 而且最妙的是 他根本不知道 我的脸书是开放 不用加朋友 就看得到我所有文章 所以他是不小心加的 所以我说是不小心加的 于是我也真的写了一篇 他马上也就分享了 而且留言了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开始 因此到Selina要发片的时候 因为他跟SH去过 无数次的康熙了 其实已经有点没梗了 然后制作单位呢 没有 这个是Selina说的 他就说怎么办 我要宣传 可是他们希望 我带个好朋友 那掐指一算呢 任爸 什么都去太多次了 所以他就想到我 他的宣传就打到 我的经纪人那儿说 可不可以上康熙 哇 那个夜晚又是一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决定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它会是一个事 一个事不是只是一个通告 它会是一个娱乐圈的事 那么我就隔了一天之后 我回答这个通告 但是我先问Selina 我说你确定需要我去站台 而且不怕模糊焦点吗 他说不怕 因为就算我跟别人去 也只会讲一点点唱片 但是跟你去 我可以见证历史的一刻 真的 我发现你们三个人 都很会安慰自己 对啊 他讲的也蛮有道理的嘛 历史的一刻 对 其实他跟谁去 综艺节目就只会留一点点篇幅 讲唱片 可是跟我去呢 一来讲得到唱片 而且不小心有很高收视率 然后二来呢 也确实让他打到歌 然后他也真的 见证了我们这一切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纯粹很单纯就是 我想要帮朋友一个忙 然后我就去了 当朋友一个忙 是 你就去了 但你也知道你会见到小S嘛 之前有没有通电话 我跟小S吗 我们没有 之前都没有 完全没有 到现在也没有 我们到现在 因为这么多年来 电话都换了很多次了 我说你去上了他节目之后 没有没有 然后我看到 他最新也出了唱片 他的专辑 他用了那个 1920年代 法国美好时代的 那个Diva的造型 对不对 你会不会觉得他很美 我觉得 我想听你说 其实这样说吧 既然我们都曾经在一起四年多 我会觉得他不美吗 你有没有觉得 人家现在比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还要美呢 我也觉得我现在比以前帅啊 好吧你 不信你拿以前我们两个照片出来对照一下 真的是两个都有进步啊 所以你也觉得他现在真的很美 那张照片很美哦 我不但觉得他很美 而且我觉得他很幸福 因为他有老公 爱他的老公 然后 而且他老公也很幽默 对于这次的康熙的播出 然后他也有很好的孩子 同时他也有很疼他的妈妈 姐姐 这些都是我没有的 所以他很幸福 我很羡慕他的 你觉得这几年 他的演艺事业 可能会从别人的角度来看 比你成功 你服气吗 我当然服气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我在康熙有提到 关于他刚开始主持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些 还来不及说的 譬如说那个时候 他们几度 几度这对姐妹花 想要请辞我猜 而我又几度把他们拦下来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 对 那那个时候我猜我猜 他讲的节目是我猜我猜 我猜我猜猜 对对 你刚才绕口令吗 我猜我猜 讲我猜大家就知道了 我猜 然后 我把吴宗憲打个广告 现在换他不红了这样 他重回那个时段了 对 好 但是 就是那个节目那个时候 还没那么受欢迎 他们有一点倦怠 那我其实一直很鼓励他去做 而且他一定会做得很好 所以后来有了康熙什么 我就觉得非常的棒 这个绝对是他应该得到的掌声 嗯哼 嗯哼 所以你看到他一度成功 嗯哼 然后你自己刚好在卖衣服嘛 对不对 嗯对 what is the feeling 什么感觉 嗯 其实我 因为刚开始你比他红嘛 对不对 我比较早出道啦 不敢说啦 比较红 但是 嗯 不是我在讲嘛 为什么你在喝水呢 突然 你应该喝水的是我啊 对 你怎么了 你还好吗 我听得很起劲 说有点口干舌燥啊 他以为 他听得很起劲 所以他觉得他已经在当1920年的法国贵妇 对不对啊 他扫完地再休息了 其实那里还有空我也有可以做 你现在拿的是这个 你拿这个讲话 对不起 他刚拿着 他拿着那个说 其实那里 对不起对不起 你冷静一点 对不起 不要变成史上最烂的论坛嘉宾二位 好刚刚讲的是说 我的心态 对 你在卖衣服 人家在大衣服 我还是强调 其实每一个过程都是学习 我也不觉得做潮牌 做日本料理店 呃 他给了你什么 OK 其实 其实我自己在跟你们当然工作 不性质不同 好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我在做一件工作的时候 他们常常就是follow your heart 那我在做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应该离开了 理由只有一个 因为我觉得我在做那个工作 每天的重复 如果他没有让我进步 我就觉得我被掏空了 虽然从别人的角度来看 你做那个工作 你做好高的薪水 或是你正在当红 可是我真的会quit 因为我觉得我被掏空 那我在猜想就说 其实一个人 从别人的角度来看 好像你可能去 开这个什么日本料理店啦 去潮牌店啦 这一类型的 但是很可能 你在那个工作里头 你不觉得你被掏空 你累积了某些东西 如果每天你都在那个 娱乐新闻里头 然后最后水又被淹掉了 袋子然后都不见了里头 所以我相信 即使是那种工作 他都不能够只用成功 失败这两次来定义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非常谢谢文倩姐 您完全了解我的心耶